我叫贡达扎西 是达赖喇嘛驻北美代表处的华人事务的负责 我是一位西藏人 我今天非常荣幸有机会出席我们最敬爱的斯多华先生的对此大会 斯多华先生我们西藏人一向认为是一位杰出的民族运动的领袖 在上个月他永远离开了我们 但是斯多华先生为香港为中国民族化奋斗一生的精神 并没有离开我们 因此身为一个藏人 我们回顾斯多华先生过去一生的奋斗的精神 我们最庆佩的最伟大的一点是 不管斯多华先生在什么样的环境 什么样的困难下 始终坚持非暴力的精神 我们西藏人民对他非常的尊敬 因为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西藏人民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 一直教导我们 不管做什么事情 必须要坚持非暴力的思想 所以我今天呢 在此代表达赖喇嘛 背面代表处 以及凌亡藏人 我是以西藏民族的习俗 一条洁白的哈达 转给斯多华先生的家人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代表我们藏人对他的一片真诚的敬意 所以我希望呢 杨静霞女士把我们的真诚的那个敬意呢 转给斯多华先生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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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